需要使用到的工具有 8号T型扳手 4号内六角扳手 卡簧前12牛米定扳扳手 发动机右盖直垫 机油视窗顶销组件 以及胶质的小板凳 请不要使用开骨扳手 此零件为机油视窗顶销组件 方案为用机油视窗顶销组件 替换圆线位柱 首先取出线位柱 然后安装顶销组件 安装好右盖后 顶销组件将压紧机油视窗 将车辆扶正 打起侧支架 使车辆倾斜 让护杠顶在胶段上 如果是没有护杠的车型 需要将胶段抵在脚踏支架上 注意不需要放机油 使用4号内六角拆下 下导六罩上方的两个螺栓 注意螺栓上带有翻面撑道和缓冲胶 首先我们使用卡簧前 拆下离合拉杆上的卡簧 然后依次取下离合拉杆 摇臂阻线 扭黄 垫片 对角拆下固定右盖的螺栓 注意这三颗不要拆 首先取一张干净的无纺布 放置于旁边地面 再拆下右盖 将右盖结合面朝上的方式 放置于干净的无纺布上 取下两颗定位箱 第一颗 第二颗 再取下纸电 将线位弹簧柱拔出 将这个轴插在这个孔中 将这个孔套在便挡轴上 将两颗定位箱分别转回原来的孔中 将新的纸电 根据定位箱 装回 并检查纸电是否偏移 将尺条尺形朝下水平于定面 再顺时针旋转27.5度 将右盖装回 检查纸电是否错位 这三颗 这三颗都是M6乘以45的螺栓 其余的都是M6乘以30的螺栓 请注意 一定要对脚打紧螺栓 对脚一次放入螺栓 注意扭力为12振幅1.5牛米 使用12牛米的定扭扳手 对脚将螺栓打紧 将离合拉杆轴顺时针旋转到底 依次放入电片扭黄 把离合拉杆摇臂下压到底后套路离合拉杆轴 捏离合检查是否安装到位 使用4号内溜角将扭黄一端勾在离合拉杆摇臂上 使用卡簧前将卡簧装上 使用4号内溜角将两颗螺栓 装回至下导流罩上 注意螺栓上应带有翻面针套余缓冲胶 最后将车辆扶正 放下的侧支架 安装完毕 感谢观看